花蓮开林宫因为开张圣王指示 每年都要举办东令救济发放物资的公益扇行 十多年来没有间断过 21号再度以开林宫扇行协会民意 捐出了万金百米给花蓮市吉安乡 新城乡、寿风乡、丰冰乡等地区的弱势家庭 花蓮县开林宫因开张圣王指示 年年举办东令救济发放物资的公益扇行 十余年来未成间断 而在21号是再度以开林宫扇行协会的名义 捐出万金百米 这次我们受到捐助的百米 大约有一万斤左右 除了我们本身在开林宫发放的 花蓮市目前在周边的六个里以外 我们还有把剩余的 分享到新城乡、花蓮市、吉安乡、寿风乡、 卓西乡、丰冰乡 各个乡镇公所 他帮我们捐助给更需要的人 而其中开林宫除了捐赠给花蓮市公所 80包3公斤百米外 也送给周边包括国父、国墙、国新、国庆、国育、国福等 六个里的低收及中低收入户家庭 总继有191户受惠 每户可以拿到两包百米 那其实开林宫这些年来一直陆续的 都有在做这样的散举 那我们也会将这批百米以我们的规划 进入到花蓮市的食物银行 那花蓮市的食物银行在中华路上 中小国小旁边 这几年来其实因为疫情经济的不景气 食物银行领取的民众其实也是在增加当中 那我们的食物银行其实并没有用公务的预算 去购置物资 那感谢非常感谢各界的公庙或是企业的 三星大德的部分 来让食物银行的物资有就是足够的来源 肖子卫强调爱花蓮食物银行 请领资格没有户籍限制 无论户口涉及在哪里 只要对民生物资有需求者 都可以到食物银行洽巡 另外他也感谢社会各界共同响应 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家庭 依注物资妥善运用 让花蓮市成为友善有爱的城市 记者许丽晴花蓮市报导